台股从18000点跌到14000点以下 就在昨天晚上国安基金会决议要进场互盘 预备5000亿银弹抢救台股 周日国安基金召开临时会 将进行第八次互盘 政策大转弯释出有因 回顾台股上半年呈现雪崩式下跌 市值蒸发超过10兆 创历年同期最差 外资卖超买盘束手 一再显示投资人信心不足 美国今年5月通膨率高达8.6% 创40年新高 白宫预期6月也会很高 恐怕在刷新5月记录 经济学人分析 晶片需求转弱 供给面面临过剩隐忧 半导体恐怕有大型破面风险 利空消息不断 让原本已经在立会决议不进场的国安基金 短短一天改变策略 也杀得金管会措手不及 一改先前认为台股 还没发生非理性下跌的书法 对于护盘表示尊重 不过这也是国安基金第一次 在问点以上进场 让外界认为 护盘过早 是否有选举考量 它差不多是在选前60天 这个部分才会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选举行情 目前看起来 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主要是考量 现在的一个国际局势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货币紧缩的政策 所引发的汇率大战 我觉得是目前比较主要的重点 撇除选举因素 专家认为通膨 升息还有国际情势风险 才是国安基金决议出手的关键 至于护盘成果 有待时间发酵 今新闻乌亚廷黄冠卫 采访报道